在古代怎么做方便面呢 他先把面条穿在筷子上定型 然后放进油锅里炸至金黄 又将秘制调料放在石旧里捣碎筛出粉末 旁边的御厨看完 觉得这简直就是在胡闹 他心想自己堂堂一个顶级御厨 怎么可能会被一个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娘娘碾压 可他偏偏不信邪 尝了一口娘娘剩下的汤底 结果瞬间就被这奇妙的香气征服了 这个汤竟然把稻子的香气和大葱的香气 再加上六股的香味完美的融为一体 这让御厨不得不说一句真香 而作为古代人的娘娘 怎会做出21世纪独有的泡面呢 原来她是一个穿越者 就在前一天她还是韩国最顶级的厨师 专门负责招待大人物 但她却在一次国际招待会上出意外了 瞬间整个酒店都被保镖包围 为了逃避追捕 她不小心从楼上掉了下来 伴随着扑通一声她掉进了泳池里 就在她觉得自己没救的时候 一个女人向她游来 却没想到对方上来就是一顿乱看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不过她庆幸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死 而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自己的肌肉哪去了 就连胸肌也变得软乎乎的 她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于是对着镜子一看 这怎么出现了的女人 她本来还觉得有点害怕 但又想想这么离谱一定是梦 于是她不再顾及直接推门走了出去 却没想到门外竟然跪着一群人 她哪见过这种阵仗下的她把腿就跑 她越跑越觉得不对劲 这真实的感觉好像并不是梦 而且还总觉得缺点什么 于是她手向下一摸 自己的枪竟然没了 又弯下腰看 子弹也找不到了 这下认清现实的她彻底崩溃了 自己竟然穿越到了古代 而且堂堂七尺男儿身的 她竟然变成了女人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办法穿越回去 就在宫女口中得知 原来自己这个身体的原主人 也是在那天掉入水中的 她便猜测是透过水才交换的身体 于是她不顾其他人的阻拦冲向湖边 只见她一脚蹬到石头上 一个弹射直接飞起 却没曾想湖水竟然一夜之间全干了 宫女告诉她是为了防止落水再次发生 于是太后下令把附近所有的湖水抽干 男人心想那你怎么不早说 但是她仍然不想放弃 又打上了其他水的主意 只见她一头扎进了脏水桶里 这可给旁边的宫女都吓坏了 可她却并不满足 又转身跳进了浴池里 可惜的是浴池里也没有水 又直接把头伸进了鱼缸里 十个人来拉她都拉不动 但却毫无作用 就在她筋疲力尽知道回家无望的时候 王上却来看望她了 还带来了一个让她有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那就是他们明天就要成婚了 成婚就要入洞房 这怎么行 于是娘娘打算跟王上摊牌 王上听完觉得娘娘脑子有病 竟然还要派太医来治疗娘娘 听着这么深情的告白 这可把娘娘恶心坏了 不出半日 奉旨前来的太医就来给娘娘强行喂药 还把娘娘架在床上用药材烫火熏烤 觉得没什么作用后又打算用针酒疗法 被折腾累了的娘娘决定摆烂 心想反正不是自己的身体那就扎吧 但看到太医竟然拿出一根一米长的银针石 她瞬间就后悔了 假如这要是扎进去 那不得给自己扎透了 于是她连忙端起未来王后的身份制止住了太医 看到王后的身份竟然这么好用 于是她心生一计 她决定先握心肠胆成为有实权的王后 然后再命人把湖水填满 这样自己起步就可以跳湖穿越回去了 终于熬到了结婚仪式当天 她被迫起了个大早 崔上公带着宫女给她洗漱打扮 还体验了一把宫廷版暖暖礼服换装 穿着一百层衣服的娘娘 觉得自己被裹的都要呼吸困难了 但这还没有结束 崔上公又端来了个十来斤的头关 直接扣在了娘娘的脑袋上 娘娘顿时被压的头都抬不起来 但是想要成为王后就必须要承担这份重量 为了能够尽早穿越回去 她还是咬着牙使劲撑了起来 而刚穿越过来对拜堂礼一窍不通的娘娘 却在典礼上又闹了个大乌龙 只见崔上公踢了一脚 她扑通一下直接跪地 敬给王上来了个祭祖礼 这让正在关里的金太后和赵太后都惊呆了 这下王上也无语了 等轮到喝交杯酒的时候 本来一死以下就可以了 但她竟直接豪迈地把整杯全干了 这样见过大事面的崔上公经的 连自己的表情管理都忘了 虽然坎坷 但也总算是顺利地完成了结婚典礼 娘娘回去就把那沉甸甸的头关系了 就在她松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又离胜利更进一步的时候 却突然意识到今晚的洞房该如何是好 虽然她现在是女儿身 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大男人 两个大男人洞房 光是想想就给自己恶心坏了 于是娘娘迎来了33年人生里最大的危机 看着宫女端来的酒水 娘娘忽然灵感迸发 她决定将王上灌醉 这样就可以让自己逃过一劫 却没想到王上竟然对美酒丝毫不感兴趣 不过很快她就有心生遗迹使用激将法 却更没想到王上根本不吃这套 甚至还谦让地把所有美酒都给娘娘喝 娘娘欲哭无泪 但她却并不气馁 于是她开始又唱又跳 就想引起王上喝酒的兴趣 最后在娘娘的不懈努力之下 才让王上喝了一杯酒 在她觉得胜利在望的时候 王上竟然开始脱衣服还吹灭了灯 就在娘娘认为自己难逃一难的时候 王上竟然直接就上床睡觉了 而且王上不仅不愿意搭理娘娘 还让娘娘离自己远一点 这让娘娘感到不可思议 虽然她也不想洞房 但这种被人嫌弃的感觉让娘娘很恼火 为了发泄心头的火 于是娘娘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全国最有名的青楼 不过妈妈一眼就看出她是女扮男装 但娘娘明显是有倍而来 她直接使用了超能力 随着妈妈的一声传唤 六个小姐姐依次推门而入 还搔手弄姿地展示自己的魅力 只见娘娘帽子一扔 一群美女粗拥上来 左拥右抱还有美女投食 这让她感觉又回到了人生巅峰 接着娘娘还把衣袋打了个结 瞬间房内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就连路过的妈妈都忍不住感叹 九过三巡之后 她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南侧 正准备脱裤子的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女人 看着旁边的男人顿时羡慕不已 这可给旁边的小哥吓得够呛 想到自己曾经那个建树岛足以迷倒七亿少女的身材 如今却变成现在这样 娘娘伤心欲绝悲愤不已 而宿醉的滋味并不好受 第二天醒来的娘娘就感到头痛欲裂 只想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 于是便命人吩咐玉厨去做 可作为古代人的玉厨 怎么会知道方便面的做法呢 但玉厨却根本没放在眼里 心想不就是面条吗 于是一双翘手肆意揉搓 手工杆制的面条再搭配上精心煮制的高汤 又将卤牛肉撕成细条精心码入盘中 最后又加上红绿丝来点缀 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牛肉面大功道成 于是玉厨又重做了一份 玉厨这辈子就没这么无语过 于是他拿出看家本领 揉 甩 撑 玉厨又做了一份手撑青汤面 终于这回娘娘总算吃了一口 可下一秒就又吐了出来 不知换了多少种娘娘就是不满了 这下玉厨也彻底怒了 这不是存心在找茬吗 而另一边的娘娘也受够了 她决定亲自动手做一碗真正的方便面 只见她拿起菜刀轻轻一挥 菜刀行云流水般在她手中舞动 就连刀弓也不差 切面缠面然后放进油锅里炸至金黄 又将秘制调料放进石旧里捣碎筛出粉末 就这样方便面调料也做好了 玉厨们也被她的操作秀得一愣一愣的 玉厨头领却觉得她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她倒是要尝尝这个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娘娘 能做出什么玩意 于是她喝了一勺又一勺 颤抖的手把勺子都弄掉了 这个汤竟然把稻子的香气和大葱的香气 再加上六股的香味完美地融为一体 此时的她已经被这奇妙的香气征服了 就连玉厨头领都逃不过真香定律 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方便面华丽出锅 娘娘猛吃一大口又喝了一口面汤 果然这个味才正宗 身边的小宫女都要尝哭了 娘娘招呼她坐下来一起试 小宫女连忙拿起筷子加了一口 瞬间就被这独特的美味征服了 还夸赞娘娘简直是个天才 第一次下厨竟然比喻膳房做得还好吃 听完这话的娘娘不但没有开心反而郁闷了起来 想到穿越前的自己那可是韩国顶级手厨 现在竟然变性成了个女人 而如今不仅不能跟小姐姐打扑克 就连吃个泡面都得自己现做 甚至连唯一可能穿越回去的湖都被太后给抽干了 她顿时感觉太憋屈了 但天无绝人之路 这天娘娘正好听说太后竟然是个大吃货 这不就是瞌睡来的有人送枕头吗 如果自己能用厨艺征服了太后 那么把湖水填满起步就是指日可待 说干就干 但御厨头领却拦住了正满腔热血的她 还直接告诉娘娘这玉膳房是她的地盘 而娘娘也不是吃素的 她直接向御厨头领发起挑战 一场主意比拼大赛正式开始 两人在刀工和手法上不差上下 但是在速度上御厨还是慢了一步 就在御厨手忙脚乱的时候 娘娘已经轻轻松松做完了这份海鲜火锅 但御厨头领并不服气 她认为速度固然重要 但做饭最讲究的还是味道 于是为了公平起见 娘娘就让不是御膳房的小太监来示味道 小太监毕恭毕敬地尝了一口娘娘做的火锅 那叫一个赞不绝口 结果显而易见娘娘赢了 御厨头领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勉强接受 于是娘娘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御膳房的老大 接下来她会给太后盛上什么样的美味呢 我是大鱼讲电影 点赞关注看下集 在古代怎么做一份米其林大餐 首先要起一个升级版的烤炉 再把王宫里的油全部收集过来倒入锅中 在这个油比金子贵的古代 身边的御厨看完心疼不已 但是娘娘现在一心只想讨好太后 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又把牛肉切成大块放入盘中 再刷上油撒层盐准备工作完成 现在开始烹饪 将食材放入烤炉 接着又将牛肉放在油锅中 低温慢煮七七四十九个小时 这样不仅可以让牛肉拥有鲜嫩的口感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 娘娘在炉灶边守了一整晚终于大功告成 而此时的太后正因为牙疼吃不下任何东西 但得知这是娘娘辛苦一夜亲自做的美食 并且食物做得十分精致美观 太后便决定先尝上一口 而另一边的娘娘正焦急等待着太后的反馈 急性子的她正打算亲自去看看食 却没曾想太后竟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她不确定太后是什么意思 提心吊胆了一阵才知道原来是做得太好吃了 这下娘娘的心总算放回了肚子里 太后觉得好久没享受过这么美味的食物 没想到娘娘有这么好的手艺竟然不拿出来 现在太后看娘娘仿佛如获之宝 娘娘省事多事地说自己做的菜不仅味道香美 并且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甚至自己可以让太后永远保持健康美丽 高兴之下的太后当场同意娘娘往湖里注水 娘娘顿时开心极了 觉得她总算可以穿越回去了 就在她沾沾自喜的时候 却没想到下人们灌了半天的水还不够泡脚的 原来在古代注水这么难 所有人只能一桶一桶地往里倒 要想填满至少得等一年 可娘娘哪里等得了那么久 她现在十分迫切地想穿越回现代 于是机智地她又想出一个新办法 就是利用人海战术接力赛的方式运水 果然成功地加快了注水速度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 娘娘又吩咐玉厨做一份冷饮 这对于一直被娘娘厨艺压制的玉厨来说 无疑是个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她先将成熟的五味子泡成茶水 又放入一勺蜂蜜增添甜味 再放进梨块和柑橘 还有用水窜烫过的小黄花 一晚清凉解暑的夏日饮品大功道成 做完后玉厨还不忘显摆一下自己 说冷饮这种雕虫小技她闭眼都能做出来 但这些对玉厨来说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最拿手的冷饮 一定会惊艳到娘娘的 娘娘喝了一口感叹真不错 看着在炎炎烈日下为自己干活的吓人们 于是娘娘小手一挥表示再来二百分 玉厨心中悲愤不已 这简直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面对胃高权重的娘娘她又无可奈何 只能强颜欢笑 所有人都对娘娘感恩戴德 毕竟他们头一次喝到这么珍贵的冷饮 娘娘心想这也太容易满足了 喝完冷饮的下人们干劲十足 并且还保证再过一天就能把湖水填满 就在娘娘觉得自己马上就可以穿越回现代时 却万万没想到井里的水竟然枯竭了 无奈此事只能先告一段落 可为了继续讨好太后 保证食物的口感和温度 娘娘竟然在古代做起了外卖 不仅有专门定制的送餐车 还有高官争着来当外卖小哥 为了验证外卖能否达到太后的标准 娘娘决定给太后做一份外酥里嫩的炸牛排 土豆切块 洋葱切丁 再把牛肉剁成末 玉厨看所有人都围着娘娘转心中 很是不服气 这时的玉厨显然既没权力又没地位 她怎么也想不到昔日受人追捧的自己 竟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有了外卖轿子的加持 另一边的太后很快就尝到了娘娘的手艺 太后咬了一口 被油果猪的鲜香瞬间迸发出来 外皮酥脆可口 内馅却软嫩多汁 光看太后的表情就知道这有多美味了 娘娘看着端回来的餐盘 就知道太后已经被自己的厨艺深深征服了 短暂的满足感之后 她又想到了那不满的湖水 本以为自己还要在这里生活很久 却不料老天爷突然开眼 竟然开始下起了瓢泊大雨 这样很快就能把湖里的水填满 娘娘开心地在雨里跳舞 这一幕却正好被路过的王上看到 在王上的眼里娘娘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的娘娘却是这样的 王上欣赏了一会后 还主动上前卫娘娘撑伞 心为直男的娘娘很抵触王上的嗜好 所以娘娘不但没有领情 还让王上赶紧离开 王上生气地走了几步又突然转身回来 却没想到这番话让娘娘更开心了 但所有人都想不到 表面单纯的娘娘心中却已经有了一个可怕的计划 深夜她趁着崔上公和红莲都睡着了偷偷走了出来 娘娘看着这两个一直毫无保留对自己好的人 心中纵使万般不舍 但她却更希望回到自己的世界 临走前还自言自语地叮嘱他们 让红莲千万别忘了在江南买地 还感谢崔上公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照顾 然后就趁着夜色来到了湖边 娘娘拿起簪子在石碑上课上张凤焕到此一游 说完便毫不犹豫地跳入湖里 坠入湖中的娘娘不断下沉 她在等待现实世界中的自己 渐渐的她的意识开始模糊 却没想到竟被王上救了上来 计划被打断的娘娘生气了 一把将王上推倒在地 王上生气她为什么又跳湖 是不是脑子被烧掉了 娘娘说管你什么事说着又想再次跳下去 却被王上一把拽住死活不让 娘娘都要气疯了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 明明自己已经快要窒息了 但依然没有任何穿越的征兆 这也让她不禁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用错了方法 娘娘灵机一动 决定用玄学的方法试一试 于是就找上了钻研道法的赵太后 寻求能够招魂的方法 可赵太后却觉得这是娘娘的阴谋 毕竟在王宫里是不可以随便搞这些封建迷信的 于是赶紧让下人把屋里的符咒全部撕掉又赶走了娘娘 娘娘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实在走投无路的娘娘 竟然又开始玩起了笔线 但毕竟是小孩过家家的东西 结果显而易见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娘娘想了想 万一真娘娘的灵魂用她的身体去干坏事可怎么办 她光是想想就一阵恶寒 这气的娘娘就想用自残来逼迫真娘娘的灵魂回来 但毕竟现在自己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 就算受伤了疼的还是自己 最终娘娘还是没能舍得下手 但好是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娘娘的怪异行为却在宫中广泛流传 甚至还传到了朝中的大臣耳中 大臣们一致认为娘娘是被妖怪邪碎上身了 于是开始联名上奏 请求王上废除这个行为怪异的王后娘娘 娘娘听到那还了得 现在的她不仅不能穿越回去 如果连娘娘的身份也丢了 那自己以后的处境恐怕会更加糟糕 于是她召集了王公里口才最好的外卖小哥 展开了一场口水之战 既然不能让自己清白那就搅混这盆水 就这么一传实实传百 竟把娘娘从可怕的妖怪变成了下凡的仙女 仅在短短一上午就彻底掀翻了众人的舆论 解除完危机的娘娘也想开了 虽然现在不能穿越回去 但起码自己还有一个王后娘娘的身份 如果这个尊贵的身份再加上自己现代人的思维 那么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古代 不也能照样混得风生水起吗 于是继续去稳固自己的靠山 没想到古代的太后竟然敷起了面膜 敷完之后太后瞬间觉得自己回到了18岁 但这都不算什么 娘娘又为太后研制了现代的化妆品 太后自从用了化妆品浑身上下都在散发光彩 太后被娘娘夸的心里乐开了花 而这还没完 娘娘又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霸王黑财染发粉 只要在头上撒一点就可以立马年轻20岁 这通操作哄得太后心花怒放 太后心想孙媳妇既然这么能干 她也乐意当一个甩手掌柜 于是便把选妃的重任交给了娘娘 郑重下怀的娘娘欣然接受了任务 虽然名义上是给王上选妃 但娘娘心想王上的不就是自己的吗 娘娘看着一屋子漂亮的小姐姐 立马开启头上的小雷达发送心动信号 崔上公提醒娘娘全国的高质量女性都在这里了 娘娘兴奋地开始了她的选妃大业 先跟每位小姐姐握手打招呼 趁机看看哪位和自己的演员 接着又把自己最心动地挑选出来 然后就邀请小姐姐们来开茶话会 不仅待他们在宫里到处游玩 还一起泡澡蒸桑拿 这哪是给王上选妃啊 明明是给自己选 想着以后有这么多小姐姐陪自己玩 娘娘就笑得合不拢嘴 册封礼上 王上看到娘娘为她精心挑选的三个妃子 心里想的是 而娘娘心里想的确实 总的来说娘娘和王上都很满意 新近的妃子们玩悄悄版 还不忘记邀请娘娘一起玩 娘娘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撩妹机会 先来个帅气的姿势 又来了一个空中大批茶 最后又来了一个后空翻 还真是第一回见到有人能把悄悄版玩得这么炫过 化身为小弥媚的妃子们都看待了 可能是白天玩得太害了 到了晚上娘娘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决定给三个爱妃发私信 作为资深海王的娘娘连写了三封信 交给了宫女差人送去 却没想到这三封信竟误打误撞送到了王上手里 看到这信的王上一头雾水 平时对自己爱答不理的娘娘 竟然开始主动给自己写信了 不过自己睡觉有这么让人好奇吗 还连论了三次 但王上还是给娘娘回了信 而娘娘等回信等的都要睡着了信才送回来 可是自己送出去三封却只收到一封回信 不过娘娘也没在意 打开信封一看 娘娘不禁感叹不愧是名门闺秀 连字都写得这么好看而且文采斐然 娘娘也不甘示弱 洋洋洒洒写下一封浓情蜜意的回信 于是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写了一宿的情书 两人聊得很是火热 娘娘看着信笑的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 可她根本不知道这些信都是王上写的 而另一边的王上 还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守得花开见明月了 到了第二天王上遇到娘娘很开心 还主动上前跟娘娘打招呼 却没想到娘娘竟然理都不理 直接掉头就走 今天娘娘打算用精湛的厨艺来征服这群古人的胃 先把土豆削皮切成螺旋状 再插入祖传的大银针 然后将土豆层层分开放进滚烫的油锅 这可把旁边的御医心疼坏了 这可是自己的恩师传给自己的 已有五十年的历史 自己吃饭的宝贝怎能说炸就炸 而此时的娘娘只想把这道菜做好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待土豆炸至金黄 一份风靡小吃街的旋风土豆就新鲜出锅了 再搭配上秘制调料粉 绝对能尝哭隔壁小孩 御厨看了娘娘的心发明瞬间两眼放光 她从没见过这么惊世骇俗的土豆 连连惊叹娘娘怎么能想出这么好的创意 娘娘淡淡一笑心想这都是小意思 但由于宴会外面的宾客实在太多 所以导致现在人手严重不足 于是御厨只好拉来御医充树 御医真没想到自己堂堂神医 竟然沦落到给御厨当起了小宫 接下来无论是送东西的宫女 还是来催进度的太监 全都被抓来当了壮丁 甚至就连六岁小朋友都不放过 娘娘瞬间化身为监工 整个御膳房忙得不可开交 就这样一份份旋风土豆终于送到了众人面前 可是大臣们并不买账 他们嫌弃土豆太过寒酸 堂堂国宴上竟然就吃这个 这也太掉价了 这时干饭第一人太后率先吃了一口 结果瞬间就被这新奇的食物惊艳到了 其他人见到吃惯山珍海味的太后 竟然对这个破土都这么感兴趣 也纷纷尝了起来 结果在场的所有人 无疑不被这独特的美味征服 就这样第一道菜完美过关 接下来娘娘准备做第二道菜 先将配菜切成丝下锅翻炒 再和鸡蛋煮成汤倒入掏空的西红柿里 而这道菜的灵魂就是揉面 要将多种面粉充分地揉在一起 这就十分考验厨师的毕丽 御厨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使劲揉面 很快第二道菜上场了 打开一看 这不就是现代的麦当劳套餐吗 不过大家这回没有嫌弃 直接开始品尝起来 看太后这做做的小表情 就知道有多美味了 既然主食有了那饭后甜点也必不可少 彩色老冰棍完美脱膜后 在点缀上精致的小花 就这样一根纯天然无添加的冰棍就做好了 众人们看了看这不就是普通冰棍吗 毕竟有前面两道大菜做比较 这个冰棍就显得太过逊色了 难道这是潜力既穷无计可施了吗 但王上却解释到这个木棍不仅拿着方便 甚至还可以测大家的运势 众人心里和解 一个小木棍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失货太后才不顾什么运势呢 可话音刚落发现自己居然中奖了 大臣见状连忙把冰棍取下 他也想看看自己什么运势 结果就看到一个再接再厉 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 气得他直接掰断了木棍 不过还有个比他运气更差的 吃饱喝足后宴会总算圆满地结束了 而御厨也认识到自己厨艺的浅薄 于是他决定要跟娘娘办事学艺 这让娘娘甚是得意 翘起二郎腿还啃着小黄瓜 而御厨为了学习娘娘的手艺 还不惜忍受屈辱做起了火腹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娘娘一看 呦 还是不服啊 求我办事还这个态度 娘娘一看这就对了吗 既然现在这么听话了那就教你两招吧 娘娘打算做一道民间美食献给太后 先煮上一锅上好的牛骨汤 然后利用鸡蛋清去除汤中的腥味 而一旁认真学习的御厨 还不忘拿出小本门记笔记 这是一个小太监火急火燎地 送来了娘娘定制的打蛋器 既然万事具备娘娘便开始秀厨艺了 先用打蛋器快速将蛋清打发 再切几片厚厚的卤牛肉 接着将所有的配菜整齐地摆在米饭上 浇上精心调制好的牛骨汤 最后放上这道菜的灵魂 打发的蛋白 一道能够震撼心灵的牛肉汤泡饭就做好了 随着娘娘的一声令下 外卖小哥很快就把食物送到了太后面前 可这次太后却对娘娘做的食物满脸嫌弃 他很抗拒吃这种庶民才吃的汤饭 但肚子饿得实在不行 便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 怎料却让他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为他做的汤饭 娘娘看着桌上还剩着那么多饭菜 完了 这下翻车了 就在娘娘忐忑不安时太后却转过身来 而嘴角的范吏就已说明了一切 默默想帮娘娘擦掉却被太后连忙阻止 就连这一颗范吏太后都不想浪费 看到太后这沉醉的表情 娘娘就知道自己已经摆平了宫里最厉害的女人 那以后岂不是就可以在宫里横着走了 心情大好的娘娘喝起了小酒 很快就喝得鸣鼎大醉 与此同时 王上发现宴会菜单的字迹是那么熟悉 原来在宴会中一直帮他的人正是娘娘 顿时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于是他深夜跑到娘娘的宫殿想要当面感谢他 而此时的娘娘早已喝得神志不清 静错把王上看成了宫女红莲 于是在朦胧的灯光下 两位猛男开始了表演 稀里糊涂地跟王上洞访了 一觉醒来的娘娘傻眼了 王上一脸猛逼 娘娘让他老实交代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王上开始了细节描写 还没等王上说完娘娘就受不了了 像疯了似的直接光脚跑出去 突然回想起昨晚的点点滴滴 娘娘就恶心坏了 自己堂堂一米八的肌肉猛男 竟然跟王上这个小白脸洞房了 娘娘顿时觉得自己脏了 从那以后娘娘就像失了魂一样 每当他想到那晚的情形就忍不住抓狂 而最恐怖的却是 他竟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 难道自己真的被王上掰弯了 这种复杂的情绪快要把娘娘逼疯了 这时王上来了 而上一秒还在御膳房的娘娘却突然没了踪影 王上也疯了 于是王上只能继续寻找娘娘 而此时娘娘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王上 他便开始四处躲藏 怎料冤家路窄 皇上还是看到了娘娘 这可给娘娘气坏了 直接破口大骂 说完把腿就跑 恰好又看到了正在散步的爱妃们 本想上前寻求安慰 不料王上又突然出现 悲催的娘娘只能骂骂咧咧再次溜走 为了重拾自己体内的男人之魂 娘娘再次给她的爱妃写信 怎料心又误送到王上那里 王上这下彻底懵了 刚才还对自己避如蛇血 这回又写信说想自己 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她决定约娘娘当面讲清楚 娘娘满怀期待地等待爱妃前来 结果一转身竟然还是阴魂不散的王上 娘娘立马骂骂咧咧扭头就走 怎料王上竟然背起了她给爱妃写的情书 娘娘连忙捂住王上的嘴 还知走了所有人 问王上怎么知道她写给爱妃的信 两人这才意识到原来是信送错人了 而让娘娘更加难以置信的是 自己竟然会对信里的王上心动 不仅如此 就连自己做梦也经常会梦到王上 不过大王才不管那么多 因为她已经深深爱上了娘娘 与此同时 太后得知原来是娘娘一直在帮助王上 认为娘娘已经背叛了她 于是就决定暗中毒死娘娘 这天 小女孩意外发现地上有一个诡异的冰块 蚂蚁啃食过后立即毙命 她马上意识到冰块里有毒 随后 她连忙跟着拿冰块的宫女来到凉亭 而此时的娘娘正要喝冰镇饮料 女孩想要阻止 却被大臣用眼神恐吓不敢出声 眼看娘娘就要喝下 女孩紧握手中的石头 二话不说就向娘娘丢取 与此同时 提前得到消息的王上也匆匆赶到 眼见精密计划竟被一个小女孩打破 大臣彻底发飙了 太后也立刻暴怒 竟直接下令把女孩打入死刑 娘娘不明所以立马上前求情 可太后态度坚决还是把女孩带走了 看着地上打翻的西瓜汁 王上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西瓜汁里有剧毒 随后他告诉了娘娘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是太后和他的心腹大臣 为娘娘设下了鸿门宴 他们在冰块里下了致命的披霜 不过好在小女孩及时制止了娘娘 娘娘恍然大悟 原来是小女孩救了自己一命 随后娘娘乔装打扮来到大牢 就看到小女孩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娘娘心如刀角 发誓一定要救出小女孩 最后娘娘双眼含泪 依依不舍地离开牢房 怎料恶毒的太后突然下令 竟要逼小女孩服毒自尽 她吓得眼泪直流 但在场的所有人却冷眼旁观 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说话 只能喝下了毒药 等娘娘赶到的时候 小女孩已经被裹尽草息 没有了呼吸娘娘心痛万分 身为现代人的娘娘 十分厌恶这个草菅人命的古代 她愤恨地紧握拳头 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小女孩讨回公道 这时王上突然出现一把拽住娘娘 娘娘满脸怒意质问王上 明明知道真相怎么还要让一个孩子背过 为什么都不能救她 可大王却告诉娘娘她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她只不过是用最小的牺牲换取太平吧 娘娘彻底爆发 面对娘娘的质疑和怒吼 王上并没有辩解 而是转身离开时 悄悄给娘娘比了一个手势 娘娘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只是王上的障眼法 因为他们曾约定过这个手势代表着对方正在说谎 娘娘顿时戏经上身边说边靠近小女孩 感受到她还有呼吸 手也是热的 娘娘这才放心下来 原来王上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还派人在运尸路上将小女孩带走 送到宫外和母亲团聚 不过还好这次有小女孩的帮助 娘娘才逃过疑难 王上想想就后怕 便决定给娘娘安排几个贴身侍卫 但却被娘娘拒绝了 心想真当自己的宫斗剧是白看的吗 区区几个古人而已 想要收拾他们岂不是手到擒来 街上急 虽然娘娘决定要反击 但她还是十分想不通 自己平时对太后这么好 她竟然想堵死自己 于是就开始细细分析 就这样想了一宿 最后终于想通了 原来是金太后的死对头赵大飞 利用一瓶偷走了金太后的账本栽赃给自己 只为让自己和金太后内讧从中牟利 最后再借金太后之手除掉自己 好一个一尸二鸟的轨迹 因此娘娘锁定了这三个主谋 想通的娘娘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她给自己安排了一身华丽的战袍 准备开始反击 第一回合 对手是吃货太后 娘娘挥挥手 宫女端上了一盘外表糟糕 但内线却很丰富的土包子 来含沙摄影太后的表里不一 接着又让宫女拿来一碗饮品 太后一看 这跟上回在冰块里下毒的西瓜汁一模一样 做贼心虚的太后当然不敢喝 怎料娘娘直接霸气端起西瓜汁一饮而尽 还故意大声咀嚼冰块 结果太后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直接出局 第二回合 对手是沉迷封建迷信的赵大飞 成天把香桌盗命跟子一样供着 而娘娘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好孩子 直接上前点了一把香 接着又霸气地丢到了香桌上 赵大飞看到凌乱的香桌都要气疯了 娘娘不仅不慌还说自己只是手滑了 差点就把赵太后宝贝儿子的花香烧了 这欠揍的语气彻底激怒了赵大飞 被拿住命脉的赵大飞只能信心收手 最后第三回合 对手是白莲花一瓶 娘娘先是一顿冷嘲热讽击溃她的心理防线 果然一瓶破防了 被娘娘气势震慑的差点坠乎 瞬间被吓得花蓉失色 不过在最后一刻 娘娘还是一把将她拽了回来 在鬼门关走一遭的怡萍再也不敢嚣张 而默默守护的王上 见娘娘竟有如此魄力不禁感叹 经过这一番对战娘娘终于出了口恶气 不过她很快就想到 现在太后已经被她得罪惨了 所以太后的大腿是抱不住了 于是娘娘决定跟王上结盟 让王上当自己的新大腿 为表诚意 娘娘还特意招来平时跟王上对着干的大臣们 骄傲自满的大臣们满脸不屑 根本不把娘娘放在眼里 却不料下一秒就被娘娘的下马威吓到 原来娘娘把茶水换成了美酒 而他们却毫无戒备地一口喝下 要知道大臣在宫中饮酒可是杀头的大罪 娘娘劝他们以后夹起尾巴做人 否则救 接着又指着大臣们大骂一顿 并且威胁他们以后 胆敢在朝堂之上合奏万万不可 等待你们的就如正年糕一样消失不见 大臣威胁娘娘 别忘了他也是金氏家族的人 却没想到娘娘竟然要敢信 大臣们这下彻底傻眼了 娘娘也不愿跟他们继续纠 直接下令 这边和王上独处时又有些情不自禁了 突然一阵恶心 王上赶紧叫来御医为娘娘检查 太医脸色凝重反复检查了半天 最终确认娘娘是怀孕了 此消息一出 喜当爹的大王笑得合不拢嘴 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 当然这并不包括娘娘 毕竟这个消息对娘娘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自己堂堂七尺男儿弯成蚊香也就算了 竟然还怀孕了 娘娘难以接受接着把所有人都撵走 开始自我反省 她觉得体内自己男人的灵魂在逐渐消失 难道自己的人生就要这样完了吗 可怀孕已是不争的事事由不得她不接受 但她却不知道自己的磨难才即将开始 第二天崔上公就准备了全套的胎教课程 先纠正了娘娘的躺姿 不能横着躺 也不能枕着手臂 还不可以仰着脖子躺 接着又给娘娘做起了足底按摩 怕痒的娘娘咯咯直笑 却又遭到崔上公制止 就连娘娘最爱吃的方便面都不可以 这下娘娘彻底怒了 生个孩子怎么这么难受 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娘娘依依不舍地看方便面被端走 心里十分难受 皇上知道娘娘现在心情不好 于是要带娘娘出宫骑马散心 崔上公连忙阻止 这不说还好 一说娘娘就起了叛逆心理 直接跟王上策马奔腾去了 两人来到宫外的小别墅 小手一牵 随后王上告诉娘娘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以后全天下都是我们孩子的 娘娘顿时恍然大悟 孩子的不就是自己的吗 于是开始兴奋地欢呼 随后娘娘决定回去开始真正的抬脚 与此同时 太后为了重新夺回垂帘听政的权利 竟用娘娘和她腹中胎儿的安全 逼迫王上亲自带兵剿灭叛军 王上深知这是一个陷阱 但是为了妻儿她别无选择 看着沉睡的娘娘 王上心中纵使万般不舍 却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可还没走多久 身边的侍卫就将王上团团围住 经过了一番厮杀 身受重伤的王上被逼到了悬崖边 走投无路的王上奋不顾身 就直接跳了下去 得到消息的王公 很快就上演了一场假裤大比拼 首先是一号选手赵大飞 接着是二号选手金太后 最后三号选手王后娘娘也做好了准备 看她这表情就知道 本届最佳女主角她是势在必得的 这演技简直出神入化 把两位老演员都震撼得忘记表情管理 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昨天 娘娘正欣赏自己的新美甲 却不曾想一个噩耗突然传来 王上竟然驾崩了 得知消息的娘娘如同遭到晴天霹雳 不过在悲痛过后她又起了疑心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侍卫守着王上尸体 仿佛在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娘娘乔装打扮来到灵堂 打算亲自查验王上的尸体 由于尸体面容模糊根本无法辨识 所以娘娘仔细将王上尸体摸了个遍 熟悉大王身体的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三十厘里的大茄子和短小的甜不辣纳还是有区别的 娘娘确信这根本不是王上才松了一口气 那么为什么要弄个假尸体呢 娘娘经过细细思考真相基本可以确定了 是太后为了夺权篡位想要杀害王上 但计划却失败了 所以只能伪造王上的尸体 企图另立新王 这样她就可以再次垂帘听证执掌大权了 同时又将王上的亲信们关入大牢 为的就是阻止他们帮助王上回归 但太后却没料到她经历的计划 即将会被这个柔弱的娘娘打破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 娘娘又把真相告诉了她的心腹崔上公和宫女红莲 接着娘娘为了放松敌人们的警惕 于是就上演了那场假哭的大戏 目的就是伪装初音伤心欲绝而卧床不起的假象 娘娘见时机成熟 就换好便装带着崔上公和红莲偷偷溜出宫寻找王上的下落 还好有崔上公他们这一路上才没有太孤单 晚上三人露宿野外 唯恐被侍卫发现都不敢生活 还好命运是愿意眷顾他们的 跋山涉水的娘娘终于和王上重逢了 如她所料王上并没有死 还跟城外的叛民们正在谋划怎么重新夺回大权 然而新王登基大典在即 部署完作战计划后 王上就跟娘娘坐上了带有加层的运火车偷偷潜入宫中 而一边的太后可能是听到了风声 竟把登基大典突然提前 就要扶植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成为新王 然而新王一旦即位成功 那王上就真的在无翻身之地 王上一筹莫展 难道自己的努力终将是白费了 不过娘娘并不担心 原来她早就派人偷走了传国玉玺 而现在发现玉玺失踪的太后要气疯了 偷走玉玺的小伙也懵了 这么个大宝贝在她手里就像烫手的山芋 于是就把玉玺交给了王上的亲信们 依靠这个玉玺亲信们迅速掌控了宫内的大权 配合着宫外的叛民们 就以压倒性的实力成功控制住了宫内太后的党羽 王上和娘娘正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去阻止登基典礼 就在这时 娘娘发现房顶上有一只98K正在对准王上 她毫不犹豫就挡下了子弹 随着一声枪响王上看到手里的鲜血 娘娘也倒地不起 但刺客并不死心又对王上补了一枪 最后王上也晕倒在地 随着娘娘视线逐渐模糊恍惚间看到了现代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回去了 可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 她努力地想牵住王上的手 接着娘娘眼前一黑 张宋焕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而她现在满脑子都是王上 但已经穿回现代的她却无能为力 于是她静止奔向图书馆 查阅二百年前折宗王上的历史 原来就在她穿越回来的一瞬间 娘娘的灵魂回到了主位 幸运的是他们穿着房弹衣逃过一劫 最终王上带着玉玺 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王位 在大殿上她气场大开 将太后的党羽全部一网打尽 终于摆脱了傀儡皇帝的称号 而娘娘也霸气地来到太后的宫里 直接下令将太后永远囚禁在冷宫 而穿回现代的张凤焕也在书中得知 王上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这才露出了释怀的微笑 看到书中王上的画像 又想起王上都自己开心的一幕 此时男人心痛得难以复加 原来他早已爱上了王上 可惜到最后连一句告别都没有 但或许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与此同时王上和娘娘相约来到湖边 两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但王上却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可能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爱的到底是眼前的娘娘 还是曾经那个穿越过来的男人 至此韩剧哲人王后迎来了大结局 我是大鱼讲电影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部剧再见